力量從來 不必去酒茶 不必自己死 不必去台南 不必去到尾 如果說我們要去了解一個文化的時候 語言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像我以前就是有建宗的一個小孩 他來上我的那個台語課之後 他其實一開始他其實是很排斥的 司機堂的課上完之後 他爸爸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回饋 所以他就說 我的小孩去上了你的課之後 他回到家裡面 他會主動願意跟我去討論一些 時事 代官 歷史的事情 然後這個語言不用說 他覺得他小孩有找到了一個 屬於他自己的意識 台語其實是 冰臨滅絕的語言之一 他的滅絕的危機主要是在 年輕人使用的比例越來越低 台語的一個繼承跟表達的能力 其實都在嚴重退化中 所以語言的學習必須要很大程度的 在跟文化的接軌上面做一些交集 那他的動力就是他要不斷的創新 可以與時俱進 以往的台語教育著重的是面向過去的台語 但對於現在的學生來講 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面向未來的台語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做台語課本的時候 特別著重在幫助我們的台語的一個教材 能夠更接近英明八課綱 也更接近現代所需要的這種核心素養能力 我們台語課本有四大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在文學跟文化的一個熟悉上 就是這篇文章的背景跟作者寫作的一個想法 第二個部分是在課文的一個朗讀上 透過朗讀專家來幫大家朗讀課文 第三個部分是在台語的句型的學習上 台語的語句其實跟華語不同 所以我們在語句的練習上 能夠幫助我們的語言能力快速增強的一部分 第四個部分是在寫作練習上 每一課都會從課文裡面擷取出一個段落 從這個句子的練習去讓大家發展台語的寫作能力 除了課本之外我們也搭配了數位的一個教材 這教材讓學生跟老師可以用影音來學習台語 同時我們也有台灣文化基本教材 從飲食、遊行文化等不同面向 來幫助大家在學台語的同時 也更認識台灣的文化 這套教材其實我們一共經過兩年 二十多位老師然後各種來回的討論 其實這個時間點非常關鍵 它是國家語言法通過之後 然後第一年進到高中的現場 我們必須要提出一個台語學習的生態系 的一個新的典範 學校它其實對於母語的學習者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系統 如果這個時間這套教材沒有成功進入校園的話 我們擔心的是大家對於台語學習的刻板印象 會持續存在著 但這一些台語現代化的一些部分 卻沒有學習的機會 不要等到它真的已經無藥可救了 我們再來想辦法 而是趁現在它還在的時候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喚醒 讓我們的一代 都可以透過這個土地流團 上百年的議員 任罰涉及台灣的特殊文化 到透過版本的 五中台語學本一支客園 需要大家做回來一次